这样子的感觉 那佛就给他信心说 如果一个人啊 修行人 已经 能够体验到 无我 那可是呢 病的时候没有办法进入餐厅 你也不应该享受 我的修行退步了 千万不要这么想 他说 那 为什么呢 其实 他说 你自己反省一下 你已经体验到无我 你内心有没有贪 他说没有 有没有撑 没有 有没有吃 没有 那 你就已经解脱了 只要你内心没有贪 没有撑 没有吃 你就不要想说 我的修行是 进步 还是退步 因为 你已经 正入了那个真理了 但是 因为病的时候 没有办法 正思维 所以才会导致他 推行 那因为佛这样开始过后 那这是修行人呢 他又恢复信心了 那因为很欢喜呢 佛都为他说法 病呢 又好了 就这里我们可以看 佛在一个人病的时候 他 通常他都是用开示 问他 无常苦无我 让他们思维 无常苦无我 那这个道理 他们就 本来信心退了 那 他又信心又起来了 那他也会问说 你们有没有放钱 他说没有 那没有放钱 你就不用怕了 他就告诉这病的人 那 常常呢 这样子开示过后 有些生病的人 他就证过了 有些本来是出国 不证到是私国 因为 在 在佛 佛头开示过后 他们就 思维活化 通过思维 他们就 放下 内心的坦诚 识 放下内心的执着 他们 就正如那个 真理 所以 如果我们生病的时候 我们 要思维活化 但是 就像这位修行人 他有四禅八定 也体验过真理 但是病的时候很危险 我们不要等到生病 我们在日常生活 现在就开始 要经常思维 还没有病 我们就要 思维说 病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子 我们就要思维病 是苦 那我们要想 病哪里来 是 业力所致 是饮食所致 是我的信念所致 我们今天就开始转化 不断的 慢慢的 增加我们的三个念佛 什么是三个念头 这不用 绕出去找 那 我们 可能念佛 我们 我们 切